非常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这次的经验分享会 像晚上一样 我就还是先介绍一下Tagland 因为有些同学是新同学 可能还不太了解我们 我们这个组织叫Tagland 那么我们的网站是talent.com 在我们的网站上 我们有很多免费的学习信息 包括一些练习题 视频课程 还有比如说像一些岗位信息 还有岗位的分析 简历生成器 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是免费的 在我们网站上可以看得到 此外我们这边 也是有训练营 就是我们来分享的话 每两周来分享一次的同学 我们争取做的每两周 这个也是瞒不过来 这些同学 基本上都是我们训练营的毕业的同学 他们找工作以后 就会邀请他们回来 分享一下自己转行的一些经验 一些新的体会 可能对现在正在考虑转行 或者说正在做一些计划的 职业规划的同学可能会有所启发 而且分享会的这些视频 我们也是会放在我们的官网上 还包括以前那些行业知识分享的视频 也会在我们官网上 此外就是我们的现在的 就是说大家 我们每次分享会 只有一个小时 大家可能有很多问题 我们也来不及回答 如果大家有更多想要进一步的讨论的话 你又不在我们任何微信群里的话 可以考虑加入我们的微信群 当然你要在我们别的群里面 就是没有太大必要了 我们东西的话 都是一直会发的 每个群都会发 你没有必要加入特别多的群 此外的话 当然你要是看录播 你就会发现 可能录播的话 可能我们的微信群 二维码就过期了 你这时候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小助手 我们微信小助手的话 可以你跟他说一下 他把你拉到群里面 这是我们Talent的情况 今天我们是很高兴 请到了Sophie来分享 自己的转韩经验分享 Sophie是我们今年春季班的同学 大家也知道 今年其实求职特别不容易 特别不容易 但是就在这么不容易的情况之下 Sophie她自己 在CAM还没有结束 就拿到四个offer 这是非常惊人的件事情 当然我们其实 跟Sophie很熟的同学 可能也不会很吃惊 Sophie她自己 的确在各方面 有很多自己的特点 在跟人交流 各种面试各方面 做得非常好 所以说这边呢 我们就是专门请Sophie 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自己的经验 希望对大家有启发 好吧 那行 那我这边就停止share 那Sophie你这边开始share吧 好 谢谢校长 我的slide做得很普速 就是按照校长给我的大纲 就过一遍 如果校长中途有问题 都可以随时打断 没事 你就介绍吧 我也是不想剧透 我就想对吧 我给你发了几个问题 对吧 但是我还是想看看你怎么说的 而且我们就是按照往常的话 就是你先介绍 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就是不论你是在这个Zoom上 还是在我们的这个YouTube上 对吧 你就把这个问题先打这边 我们等Sophie讲完以后呢 我们让Sophie 我就是学生物学了很久 在国内读的本科是生物 然后呢去德国读了个硕士 也是生物类吧 就是偏或者是分子医学那种 然后呢因为当初男朋友在美国 然后又跑到美国来读了个博士 也算是博士也算是生物类的 是读你学 然后毕业了之后呢 Houston的话有那个Medical Center吧 所以我就 因为各种原因读了两轮博士后 然后呢都是在医院的 医院下面的那种研究机构 然后我的转行时间线的话 呃就是之前在跟校长聊的时候 就是我知道附近有人是转行成功 但是呃那时候就是觉得生活比较安逸 也没有想过呃要转行吧 然后后来呢 嗯是呃做博士后 我大概做了快五年 然后就觉得嗯 嗯做发落题的这个可能性 随着你做博士后越来越长 有时候就会降低 呃同时也是因为一些实验室啊 的原因就是比如说我的文章 发不了啊什么的啊 三月份的时候呢 我就想着那时候想的是年底的时候 在年系校长 然后在慢慢的推进展行的呃 呃进程的那种 但是因为三月份的时候就因为 哎实在待不下去了 然后就呃年系朋友就是之前在看不上过学的同学啊朋友 然后呢又通过他联系到校长 呃那时候秋季班 啊不对 sorry呃春季班好像是什么early world都已经结束了吧 就是说三月十八号就开始正式上课了 但是三月九号然后就联系校长就说哎可不可以呃能上上这个课 呃所以后来校长就相当于啊呃找电话面试了一下 然后又让我让我去上做那个python39题 然后后来我就入了营呃 呃入了营之后就按照camp的节奏去上课呃 嗯camp的话就是呃有让你准备简匿然后准备故事然后开始投简匿那种 因为我呃准备故事和改简匿都比较早就是我报的早的早的那种呃 schedule的那种所以我六月中我就开始呃试着投简匿呃 呃camp是七月六月底开始投因为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可以投投我本专业相关的行业 呃就呃一天投个十封的那种呃还呃忘了对呃 呃然后结果就开始从七月初开始就开始收到面试吧呃 然后七月二十号是收到了第一个offer呃 然后差不多就在七月二十号到七月底就陆续呃收到了剩下的offer 然后呃八月二号就接受了其中的一个呃工作呃研究方向的话 呃嗯因为做生物做了这么多年其实什么都研究过一点但是主要呢其实是做癌症研究 然后在最后一轮post到呃会偏一些测序分析就像大家说的生物信息 但是我们实际上是不是生活信息就相当于我们只是呃拿生物信息作为一个工具就是我会调包呃那种啊不是去做算法的那种 就是我使用 weary 啊呃就是我就是我чно都是然而把文件 aç 嗯不是吧 对然后呃有没有没有申请教职呃我有申请过那种自罚 Mart 比如说就是啊 发多啊 Agent 给的一些 Fallowship 就是可以有助于你啊 申请教职 但是呃 运气不好 呃 就是那时候分数挺好 但是结果没有拿上 呃 在第一轮post 到的时候 然后呃 个人也觉得我的性格不太适合 当 呃 professor 吧 就是呃 写 grant 然后还要管理实验室 就是直接 觉得自己呃 不是太适合 呃 转行想法的话 呃 之前也说过 就是年初开始有想法 顾虑的话呢 就是觉得 我个人就是觉得 技术方面 如果我有不会的话 我可以去学 我对学技术是没有啊 呃 害怕的 但是呢 我就觉得我个人的经验 呃 比如说社会经验 或者是工业界经验 很缺乏 就是呃 就完全没有嘛 呃 所以 嗯 当初跟校长呃 电话聊天的时候 就是我跟他讲我的呃项目 然后他用他的呃思路给我呃 重新整理呃 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就觉得啊 这就是我欠缺的地方 所以啊 这就是我呃 为什么我想呃 加入太难的学习的原因 呃 比如说因为比如说你说学那个技术 学语言 因为我觉得网上其实有很多的资源嘛 比如说什么 DataCamp Udemy 就是各种各样的 或者GitHub 很多呃 资源和书 这些你都可以学习 但是真正说讲故事这方面 我觉得自己还是很缺乏 呃 为什么选择转行 然后我个人呃 就是做生物嘛 你我们会说有DryLab和WetLab WetLab就是说你去做各种配湿机啊 就是做各种呃 在Banch上 操弄瓶瓶罐罐的那种 然后还有DryLab DryLab的话就是做数据分析 呃 一方面呢 我是这两种比较的话 我是比较喜欢DryLab 因为我觉得 有时候觉得呃 电脑比较可靠 尤其是做生物研究 有时候大家做生物的人都会觉得 都应该知道就是有时候 哎 生物实验很难重复 就是你有时候做出来好的结果 但是第二次的时候 有可能就再做不出来 就不是呃 反正我是不太喜欢这种感觉 然后做数据分析呢 有呃 当然会有bug那种 但是大部分情况下 如果你的呃 那种pipeline是setup好的话 不会出现那种重复不了的结果 所以呃 我个人我就会比较偏向于那种 我呃 可以掌控就是 而且可以重复的那种工作 然后选择Tetherland的原因的话 就是我附近呃 有不只一个的朋友是之前看服的学员 而且他们都成功上岸了 然后我就觉得呃 挺靠谱的嘛 对吧 然后呃 当然了 Tetherland的还有好处就是可以报offer 呃 呃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呃 好处 然后还有和校长面试的时候 我就觉得呃 校长说的是我所缺乏的 而且这种所缺乏的东西 在其他的呃呃 资源提供的呃 比如其他的camp的话呃 没法提供这个呃 嗯 对 学习中的困难的话呃 时间问题的话就是我我是一直还是在上班 呃 时间就是呃 camp的话是周末去上课 然后 但是每周还是会有作业 所以呃 家庭支持肯定是必须的啊 校长一般面试的时候也会问 就是你家里的人知不支持 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呃 很重要的一点嘛 就是因为如果你的另一半不支持 或者你比如说你有小孩 如果说不定老人也可以帮帮忙 这个是个很大的呃助力 还有一个我一般就会 在周末尽量提前完成作业 然后呢呃 一般是周三叫作业 然后周一周二呢我就会去比如说 嗯去再看一下作业 嗯 看有没有虚待的地方 但是大部分时间我会在周末把呃作业做完 因为呃你如果在工作的话你有很多不可抗的东西 你有时候你如果周末不完成周中的时候如果是工作的原因必须加班 那你的作业就没法完成 呃技术问题 技术问题的话 因为虽然我以前是有数据分析的呃经呃经验 但是就是用了语言不同 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差别 而且啊那五周的coding的时候 其实那个对我来说是很新 因为我在入camp之前做分析 我们基本基本上没有考虑过算法嘛 基本上就是用好多个for loop一直loop下去 就是达到结果就行 而不会考虑那种说哎呀你要考虑什么computational expense那种 所以那种的话就是在上coding课的时候 我就会呃多和呃老师同学交流 然后多问问题那种呃简历问题 简历的话就是你找工业界的工作跟找学术界的工作 简历真的差的很大 所以啊我觉得我在camp中最大的帮助就是可以帮我 呃呃就是帮我呃呃叫啥 帮助构建我的简历 呃比如说就是呃我们要找的是做machine learning的工作 但是大部分转行的同学的话 其实经理是没有那种啊就是没有一个现成的故事可以让你去啊放上去 所以呢你就得比如说呃改造你之前的呃一个project 或者是进一步发展你之前的一个项目 呃选择一个好的故事啊你以前做过的东西放在你的简历上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呃我觉得我加入camp最大的帮助就是认识了很多人 呃嗯周围的同学就是同一届的同学还有呃之前的前辈呃呃呃他们都是很好的 所以呢你就是可以多找呃不同的人去帮你改简历呃 呃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你要注意一点因为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的呃 你要感激别人给你的帮助当然啊当他们给你不同的帮助之后呃给你不同的建议之后 你自己得有自己的想法哪些你可以放进去哪些你嗯不要放进 因为有时候他们的呃提供的建议会是不一样的 呃求职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对这个应该是这个 这个的话就是啊第一个是多和啊同学交流 因为啊在camp的话会有两轮的小组的项目 大家就会在小组呃会组成小组然后做项目 其中我们基本上就是每天都得联系那种 第一个呢就是技术支持 因为就是什么众人食材火焰膏 呃每个人的想法呃对一个东西的看法和每个人呃对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是不一样的 在这过程中你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 然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啊情感支持 因为找工作真的挺难的啊 呃不光是你面试中面到面试到的呃奇葩的那种或者是即使拿到了一个offer 你如何跟人家协商或者呃心里的那种落差什么的呃 呃你多和你一起找工作的同学交流真的是呃一个很大的帮助 呃对你自己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还有一个呢就是跟呃看不得前辈多交流 呃这点我觉得真的呃很重要就是呃一个呢呃呃就是他们我找过两个前辈帮我某个interview过 也找过他们帮我改过简匿 然后我还有一个offer是之前的一个前辈啊就是像类推帮我推进去的 呃然后我觉得只要你是以一种虚心的态度 然后呃比较有礼貌的去跟呃之前的前辈们交流 他们真的是很很nice很好的 还是就是比如说他们如果面试到同一个公司的话呃 他们说不定会给你跟你说我也面试过这个公司跟你说一下面试过什么提 呃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呃关于面试的就是面试之前 我一般就会呃做好研究就是不光研究这个公司还会研究面试我的人 我会去他link in 上看一下呃这个人之前的一个呃 experience 是什么 然后呢会找出共通点在面试的时候呢会呃主动提提这一点呃 呃大部分时间呃没有大部分时间他们一般都是会很开心的 还有一个呢就是呃 be yourself 这个还是很重要 因为有时候你会想着诶我在面试之前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呢其实呢其实你真正面试的时候我觉得大呃大部分时间你还是没法呃假装你是另外一个人 尤其是你怎么说话的那种呃呃 style 的那种 所以就是呃呃我觉得还是be yourself 吧 因为面试成功了之后呃呃面试你的人还是呃会是你的同事呃 呃你也不想他们有太大的落差的那种 然后呃呃另外一个点是博士后求职特点 我觉得有一个点我想说就是我们自己也有有过争论就是学术的学术界的经验算不算经验 这个东西呃呃好像我跟不同人讨讨讨过吧就是我们小组讨讨讨过也跟前辈讨讨讨过 嗯我还跟一个recruiter 讨讨过因为有一个工 offer 我是呃呃是在协商加钱的时候呃呃那个recruiter 跟我说呃呃你这个钱呃你这个工资对于没有工业界经验的人已经算好的了 就是他其实是不想让我去要多加钱的那种呃呃但是我跟别人聊过天他就是说如果你学术界的经验跟呃呃你要申请的工作 有一定的观念性的话是可以作为学术界经验的呃呃这东西真的是看呃呃how manager 是怎么定义的了 对因为我也知道有同学有因为这个呃会被说吧呃呃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想说我如何回答为什么转行的问题呃作为博士后好说就是说呃就会讨论一下 学术界跟那个工业界跟那个工业界的区别然后比如说学术界就是就是研究啊呃不知道的东西但是工业界就是有个呃目标 对就是你可以说这两方面区别然后就解释你为什么要转行的问题 呃剩下这几点呃因为呃呃我没有太多可以说所以我就把它放在一起 一个就是学术界和工业界和工业界的区别呃呃因为我才入职一个月嘛所以也没有太大的呃呃感触就是一个呢就是目前来说我还是那种呃呃925的那种呃比学术界轻松不少 然后工业界的话呃呃呃呃之前跟校长说过就是呃呃呃尤其是你在一个组的话呃呃大概你可能性有可能不是会负责这一个product 这一个产品的所有的呃呃呃有可能是在上游或者在下游就是负责其中的一个板块 当然你呃呃会有那种就是每周的嗯会议让你去了解其他人在干什么 但是大部分时间你还是会呃呃呃关注于你呃呃你的呃呃上级布置给你的任务 呃呃再来一次的话有什么弯路可以避免 嗯就是一个是呃想好的话就早点转行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在找工作的时候其实我是想着现在想着如果辞职了再找我觉得呃呃自己会轻松很多或者自己可以呃呃再找一段时间但是那时候又有工作然后又有有拿到offer就想着哎早点转了算了 对但是呃呃呃这算一个再一个如果可以重新来的话想做的事 然后最后的是给正在求职的同学建议呃呃第一个呢就是面呃呃平时多跟别人交流呃呃这个也是一个看法的前辈跟我说的就是你要多跟别人交流 尤其要跟自己啊同时一届的同学多交流因为他们来自不同的啊领域一方面对你的知识面拓宽啊什么的都很有帮助 我个人觉得也是这样就是啊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小组的话有不同的人面试有些是我嗯我不熟悉的领域但是听着他们说一些东西我觉得还是挺有趣的 嗯嗯面试的时候呢就是我觉得面试的时候呢你叫有激情呃对一个是对自己做的东西有激情 还有一个呢就是对你要面试的那个工作呃或者要有激情然后有热情有热情的话也就是说你要了解对方了解对方的公司 还有真诚的话这个东西怎么嗯怎么说呢就是看人吧就是嗯嗯这个很难说出一个具体的例子 但是嗯嗯每个人在心里想的真诚的应该是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就是面试的时候你要真诚 嗯还有就是真诚每一次面试嗯嗯不要怕回答不好问题把面试当做交流呃我跟别人呃之前跟嗯朋友聊天我就说我说过嘛就是说面试嘛呃一个呢我就是觉得我这个人其实挺宅平时跟人交流其实不多面试的时候呢我可以跟不同的人交流有一些比如说什么我面试过staff就是哎什么CEO CFO什么的呃来面试我我也觉得这些人如果是我平时的生活嗯我們根本是聊不上的嘛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即使我打呃即使我住不了他们公司我能跟不同的人说话而且是我 Inter nigga 呃以往接触不到的人说话我觉得是挺开心的一件事的啊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也不用担心自己表现不好 表现好以后就是你的同事 表现不好他也不记得你是谁了 你也不记得他是谁了 所以也不用担心 所以我就觉得面试就不要紧张 就当是交流 就会就不会那么处处害怕面试 对 对我的分享就这些 哎呀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我觉得特别对 带着什么问题的话 就可以打在那个这个Q&A上 或者打在那个YouTube上 我们专门看到就会那个 问起问Sophie 我觉得特别难的一点 就是说像这个面试这一点 很多同学很难换过这个思维来 对吧 就是很多同学他们在面试的时候 都会想着说 这个好像是个考试一样 然后呢跟别人聊的话都特别的害怕 就是Sophie你这个是不是天生的 就是比较涉牛 没有我我我情思比较宅 我因为我我现在工作的实验室是个小实验室就我一个post到而且因为我跟我老公都是学书届就是我们每天就一辆车去上班一辆车回家就天天两点一线的那种然后呢摄牛这东西我觉得我没有摄牛但是我就觉得 咋说呢 交流这方社交 这是一个 必须的点吧 就是为了你找工作 这是你必须要做的 那你必须要做呢 我就觉得你要把它做好 我就 就 往那方面发展 对 我觉得你这个总言非常好 我这边先说一下 我看有同学举手 我们这边就不开放语音了 就是说大家有什么问题 打在Q&A上 然后我们这边 因为同学比较多 如果大家都开放语音的话 这个怕是会有点混乱 我看很多同学 已经把这个答案 这个问题打在这了 那么Sophie 你这边可以先停止share 我把我这个有二维码的先share 因为到时候可能很多同学 还是会想说加群 后面再问你 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 后面可以加到这个群里面 如果来不及回答的话 但我们这边会尽量 会回答大家所有的问题 我觉得像刚才Sophie说那点 我先commonate一下 就像说 我觉得Sophie这边做得非常好一点 她说 她说并不建设一定要射牛 但是觉得说 既然是社交是一件 必须要去做的事情 就把它做好 这件事情我是深有感触的 因为我以前博士后的导师 也是这样子 他其实是挺内向一个人 说话的有点结 但是因为社交是必须得做一件事情 他就这样去做 他以前跟我说到离国 他说其实我要是第二天要做报告的话 晚上会睡不好 但是到处去做报告 有的时候 就是说没有什么 我射牛 我射口 我英语不好 就是要做的事情就要做 是吧 Sophie你是不是这么理解的 是 对 因为我当初想着如果要 因为要面试 我就想着机会锻炼自己 一个就是找前辈聊天 我一般比如说 我是做生物的嘛 我就听之前的分享 或者看大家群里聊天 然后知道这个人之前是做生物的 我就会比如说啊 说师兄师姐 我也是做生物的啊 就是可不可以啊 加个微信保持联系 有时候你其实不需要他的帮助 但是我觉得嗯 像这种呃 先加上因为你也不知道 就慢慢聊互相熟悉 你也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啊 之间会有啊互相帮助的时候 我我我就会这样 还有一个点就是嗯 跟别人说话我就会 当初会有一个叫啥 嗯 Elevator Speech 就是三分钟那个 Elevator Talk那种 嗯就是我们之前的医院搞的 我就会报名去参加 那其实对我来说 其实很大的那个挑战 但是我觉得嗯 对我以后面试 对我面试会有帮助嘛 就一个的话就是说如何 和把自己专业的东西 讲成啊别人可以懂的东西 就是pitch你的idea那种 我也觉得我就会啊 用不同的方法去锻炼自己 呃积累经验 然后去面试 嗯好的啊 我来我们来回答大家问题啊 来了很多人啊 你可以看得见啊 就是来了很多同学啊 他们有很多同学 很多问题想问你啊 就是说啊 有同学问你说他的 他有有几个同学 对你的offer很感兴趣啊 但是我这边先说一下 Sophie好像是一共拿到四个offer 啊 那个呃有同学问你说 他背景和和你很像 呃他想问你说 你拿的这个是什么公司的offer 面试几轮 你能大概我觉得什么公司 我可觉得可能不太方便直接说 我觉得可以说要什么行业嘛 对吧 而且包括一些面试的这种轮次 你可以说一下吗 呃可以啊 呃我面试 我拿到的offer都是healthcare的 呃面试的话 有进panel的 有一个是银行的 但是最后没要我 就是一般这种情况 总体来说就三轮对吧 然后还有同学问他也是生物博士 想转码 他问你现在工作 他可能又错过前面了 sophie现在工作是data scientist 他想问你说他其实这个问题你刚才说了 但是他这样问咱们看是不是再说说一下 他说你是当初是怎么 这是怎么决定转码之后的方向呢 有好多方向你看有sde有data scientist 对吧data scientist也有不同的方向对吧 就你怎么决定是选择这个方向呢 我这个这个看不是我信任你呀 对我什么 但是他想说是这么说吗 就是说你当时想转的时候 所以你刚才其实有介绍 对吧 因为你自己本身就比较喜欢数据分析吗 对吧 就是说他他他可能想问的问题是说 你有没有考虑过找比如说sde啊 或者别的岗位的比如da之类的岗位 就是你当时是怎么选ds的 我其实对sde了解不多 da的话 da的话我听说是说工资没有ds高 对 我们其实分析了一下对吧 其实前任我们分析把那个dsda的分析了一下 da好像比ds大概少个四五万的样子 这是从中卫数上讲啊对呃 然后有同学问你说你现在的工 ds工作和那个bioinformatics有关系吗 还是完全换了一个领域 呃 现在的工作我拿的这个offer的话是跟bioinformatics 没关系有有组在做bioinformatics 但是我这个组其实不是在做bioinformatics 对 嗯对其实这个问题我稍微展开来说一下 就是前阵子有同学问我们 他说那个在一个呃这种呃生物科技公司做data scientist 和bioinformatics有什么有什么区别 而这个你说说你有什么体会吗 就是你觉得就是说在一个比如说 healthcare或者bio或者biotech公司做data scientist 和做bioinformatics有什么区别吗 嗯我我了解的肯定就不是很全面 但是我理解的话做bioinfo的话 他一般就是你比如说拿测序做一般都是测序嘛 测序的话就是你拿到那个从那个测序的机器来的数据之后 你要把它分析分析成呃不同的呃模式形式 然后呢有时候会把它存到database里那些 但是大部分时间我感觉bioinfo会在做那些 呃在公司里的话我了解的现在的公司 但是dns的话就是比如说他会跟那些呃 bioinfo的人合作就是说我需要这些测序的数据 然后我需要这些然后呢 呃就是会跟某一些end point的去 呃做预测呀或者做联系这种 有点像如果是呃像下游的那种呃工作一样 对嗯对就是说ds工作 一方面就是说跟bioinformatics有一定的关系 对吧啊而且这而且有些公司的话 他ds因为用处很多有些bioinformatics的公司 或者biotech的公司啊他那个ds的话 有些ds的话可能跟bioinfo可能一点充电都没有 对吧 呃是对对啊对然后有同学问你说呃你这边提到构建故事啊 刚才说在我们看构建故事啊他问题会说你这个故事是上课的时候呃有真实案例分析过程还是把自己的生物博士后的故事讲一讲这个你能回答他们 呃呃呃看不说了故事的话一般都是从你过去的经历发掘出来的就是有时候是你之前的一个项目的延伸或者呃呃跟你之前的项目有关然后你重新在网上找数据然后分析但是呃那个故事应该是跟你之前的经理相关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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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非healthcare的工作的时候 因为如果我不把这个项目放上去的话 我的整个简历都是深入相关了 对这边也顺便说一下 就是Sovie说的 我们怎么去构建故事这个东西 我们已经把理论部分 也其实在camp之外也公开了给大家 就是我们现在正在上的 Machinery Mindset课 这个可以说是我们Talent的核心竞争力 因为我自己以前是做博士后的 所以我们关于博士后的故事 怎么样给他往Data Science这边去梳理 这个东西我们也是花了很大的精力 我们这边就不展开来说了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加我们兴趣 对吧 我会把课程的信息发给你 我们这边更多还是回到Sovie 她的一些经验风险上 对就有同学问你 对吧 就是像你刚才说的 他说如果简历的项目 是跟生物医学相关的 如果申请别的领域 比如银行对吧 像Sovie当时银行 你走到onsight了 对吧 其实走到很后面了 怎样把项目联系起来 面试官是否真的对你的项目 有真正的一个兴趣 然后会问你这种相关的问题呢 我想一想 怎么让生物的话 就是一个呢 比如说银行就叫啥 credit risk 信用 信用risk的 和做生物 那个疾病的risk 其实是很相向的嘛 你可以往这方面想 就是说这些东西都是通用的 都是risk 然后呢 我就做了 而且我做了一个 跟financial相关的一个项目 我就放在那个personal project里面 我也会跟大家讲这个 那个讲呢 其实主要是偏向于 就是你的商业的想法 就是说我通过分析这个项目 可以做一些商业上的措施 然后什么的 就是让别人知道 你对这个商业这方面 也有一定的了解 对 就是不同的项目 我个人觉得是不同的项目 可以展示你不同的方面的特点 对的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camp的一个设计 对吧 就是说你自己原来的那个本专业 做的一个项目 写个东西放在简历上 然后呢 在camp 然后再做一个 比如说跟你们专业不是那么相关 但是方法论 对吧 methodology和那个方法上 这个东西是比 mindset上是比较一致的这么一个项目 那这边我想问一下 Sophie 就是你当时去面试的时候 这个比如面银行的时候 他问的是你自己在 这个本行的做工作 还是问了你那个sap project呢 我我给他讲了我自己的那个project 嗯 我感觉他们不是很感兴趣的 然后呢 但是他会对但是他会根据我在讲的过程中会问我一些技术问题 但是他对他本身的故事估计是因为插得太远不太懂之外 但是他会还是让我讲 但是会然后会问我一些 我在整个过程的 做这个project的过程中问一些技术问题 对 嗯 还是会问 对但是他拿着你简历 他也看你的sap project 他有没有问你的sap project的事情 那是 其实好像没问 没问 对 可能还是大家对方法本身会更感兴趣 对 然后还有同学问你说 呃面试的问题 如果问到的领域 你没有做过的 如何回答 比如说如果别人问你一个insurance claims的经验 你没有的话 你这个怎么回答 你有碰到过类似这种情况吗 呃 比如说如果说分析到clinical data那些啊 我是没有呃 嗯 我是不能呃 嗯 接触到的 我就会说 因为就是healthcare就是有那叫什么security嘛 就这种东西 所以我没法接触到 但是呢 呃 比如说我面试医院的时候 我就会去那个医院的啊 网站上去找面试我的人 他们有时候会写一些article 然后呢 就会写他们做了什么什么 我就会说 哎呀 我看了你们之前的一个呃report或者一个论文 说了这些这些什么 然后我觉得我其实是懂这些的 如果我我如果我能接触到这些数据的话 什么什么的 对我就会呃 说一下这方面的东西 那这个没法说吗 对对对对对 这个你真没有做过 你也不可能说你真做过 对吧 啊 但是可以去的确就是说像sofi说的 你可以去呃 看一下相关的文章 然后把你看到的知道东西说下就好 呃其实这边关于这一点的话 我们前面同学有讲过 就是大家更关心的 还是你machine learning这一块的技术 呃 关于像domain knowledge这块东西的话 呃 其实呢 有当然是最好的 没有的话 在很多情况下 大家也其实也ok 对吧 那sofi你是觉得吗 呃 是 有时候 我他问的东西不会 我呃 呃 我知道对 hr的话 他不懂 但是到hm或者panel的时候 嗯 你不会说会人家能看出来的 嗯嗯嗯嗯 对是你对 特别是hm的时候 你不会只是一眼就能看出来 因为做过没做过还是很清楚的 所以说就像那个sofi前面说的嘛 就是这边面试还得真诚对吧 对呃 有有同学也问你说呃 这个其实你刚才也说过了哈 可能这同学是不是错过前面半部分啊 就是说呃 你学习的过程怎么样 遇到哪些难点 其实刚才已经提到了呃 sofi是不是可以再讲一讲啊 他还问说那个转行怎么解决背景调查的问题 我觉得转行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不知道他在问你什么意思啊 什么为什么转行会有背景调查的问题呢 对吧 我们写都是真的东西 对吧 那个 那么你们回答一下吧 就是你你们再再稍微点一下说学习过程中 你觉得呃过程大体是怎么样的 遇到什么难点 OK 对呃 CAMP的话呃 我这个算是正常的班 所以有五周的coding 然后呢 然后是然后是machine learning的部分 然后最后还有sql的部分 呃 对我来说 因为我之前 我有一定的分析数据分析的基础 但是对algorithm这些我知道的很少 配合coding的时候 其实呃做coding的那个五周 其实还是有点难 然后呢 还有就是时间问题嘛 如果你还有工作 呃 这个东西你就得好好的安排一下时间 跟你的另一半商量好 还有就是尽量周末多干点活 而且如果你有小孩的话 这个就更 更要和另一半商量好 或者寻求 嗯 就是你的父母 老人们的帮助 嗯 学习 学习大部分是这样 然后还有就是做project 做其实做小组项目的时候也是挺累的吧 因为 第一个呢 呃 一方面你做project的就是你要自己找数据 然后做分析 一方面呢你要跟小组的其他人多交流 这也正是一个锻炼自己交流的能力 因为是大家同时在做一个项目嘛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嗯 每周还是要花挺多时间在上面 还有就是梳理故事 梳理故事啊 校长说过他那个有个那个Machine Learning Mindset的那个 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 我呃对我帮助挺大 因为这方面就是之前都没有想过 对呃背景调查这个背景调查一般入职都挺简单 不就是查你有没有犯罪记录那些呃或者是查你之前 哦是说有可能我不知道就是说你之前的呃职位的抬头是不是一致什么的 但是一般就是如实填写嘛 对对我们我们这边全是如实填写我们不不造假 对吧 所以说我们同学从来没有背景调查不过的 所以我不知道这同学问说背景调查怎么样 难道你那个背景调查那边填了 对吧呃我们是觉得是不要去那个投简简历什么都不要造假 对吧你可以就是我们这边既然说构造故事什么 并不是说你去去造假 而是说你把你原来的那个故事对吧 换一个角度来说 对吧 但是那个东西本身是真的 所以说这个东西大家呃 所以我不太理解这是什么意思啊 呃还有同学问说那个呃 应该是就是投工作怎么定行业 比如有银行啊药企啊医院啊 是所有都投吗 还是专注一个方面 呃 CAMP的宗旨是先海投 海投之后看呃哪个行业对你的呃更感兴趣 然后在尽头呃呃反正我是海投的嘛 然后 你确实海投的你会不会有尽头的过程吗 没有啊 这因为比较快嘛对吧 海投过程中就 对吧 对 嗯 嗯 对挺好的 呃然后呢呃就是呃对有有同学问说那个healthcare的data scientist需要哪些sqs 嗯 嗯 需要哪些嗯这个东西也真的是看你那个公司做什么吗 我面到比如说面到医院的医院的话他会关注的是那个医院关注的是嗯比如说收集病人的数据然后怎么给病人提供更好的嗯 看护或者是monitor那种就是其实技术要求其实不高就是很简单的一些呃分析应该就够比如说会主要做一些data visualization或者一些做一些简单的呃modeling就行呃然后面的另外一个呃另外一个offer的话他其实呃他数据比较杂但他招我的原因呢是 我会做数据分析我会做那个叫啥single sale他说呃我想让你做数据呃这个single sale的呃数据分析等你分析出来你可以做嗯 machine learning 然后呢同时我们这个呃呃嗯公司还有其他的数据让你分析那种然后我现在这个工作呢他我现在这个公司他就会比较呃我这个组就会比较偏技术呃所以就是他们做出来的 嗯AI想就是以后想专利啊想嗯卖钱的那种他对技术就会要求比较高但是呃也像我之前说过一个组他个人有个人的偏向吗比如说像我的话他就会想比比比如说就更想让我知道啊让我去研究他们拿出来的那些feature 谢谢啊都是对呃呃呃对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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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好了然后呢那个还有同学问就是身份的问题对吧啊呃呃呃对吧呃呃我对呃呃他他说啊说你觉得转ssä工作身份 你方面是不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我我想想 我我我那个我做两人博士后 我第一人博士后转的原因 是因为我当初立卡没下来 然后因为另一个地方 他给H1B给的快 所以我就换了博士后 就是呃是身份问题肯定 不是所有呃就是说如果你想转行 身份问题肯定会是会有影响的 因为呃我周围小伙伴的话就有 就是自身能力就很强吗 但是就是因为他要找必须要找能 帮瑟的那种公司 他的那个能选择的就不多了 所以还是会有影响的 但是嗯 校长肯定知道多吗 肯定是有那种 算案的人肯定有 嗯也是需要那个 sponsor的对之前 对美国就没找工作吗 有身份肯定是会容易很多 哈哈啊 啊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找工作是比较容易很多啊 然后有同学问说一般在简单里面写 自己有几年DS经验呢 嗯 嗯 叫呃看不推荐的是三年 嗯 对但对但这个其实更多还是要看你自己写 对吧 你自己你自己过去有多少哪些经验 其实跟数据科学有一定的关系就写多少年 对吧 呃当然就是说呃比较但是对吧 就是但是也就是这边的话第一就是还是实事求是 第二个呢就是不要对吧 就是你不要就是说啊我前面几年好像都有一点数据分析 你写个9年这种类似的东西就是往往情况不太好 对吧啊 那还有同学问说他做了9年的bioinfo相关的一个工作 平时也做machine learning想转行啊想转行data scientist 不过投了100份简历都没回复只有一个内推的healthcare 到了最后一轮啊你你会不会呃对他他就是这下的情况啊 然后他问的问题是说呃你是会用一个general的简历 还是会针对不同行业投不同的简历 呃我唯一做的就是如果我是投非healthcare 的话我把那个在看不做的project放的personal experience 如果是投healthcare的话我那个就没放对 对这还是有点区别啊 呃对有个同学问你哈这个也是很多同学想问的 呃现在经济情况这么差的情况之下 啊你这么短时间内拿这么多offer是怎么做到的 有什么你觉得特别重要的点特别怎么样的诀窍啊 他想问你这一块 嗯就是我想想啊 嗯我投的比较早就是嗯看不就会不是会 嗯会有一定的就是schedule说这个点 嗯啊就是说比如说说你故事或者改简历 因为同学比较多嘛就会按照那个嗯 就会排几个星期那种我一般我当初我就第一个报名那种 所以我就是那些简历和故事我就会比较快的就梳理好了 当然之后还是会改但是我梳理好了之后呢我就想着我可以开始试着投因为当初 嗯嗯 machine learning 也学完了小组我们也在进行然后我又提前自己把sql给学了 所以我就想着我基本上我就算是radio然后就开始投就是我提前投但这个东西呃我觉得不是占太大的因素吧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嗯面试之前做很多研究 一个呢就是你可以拿那个xgpt 最近嗯那时候不是出来吗我就会把比如说把那个公司或者把那个要面试我的人的嗯嗯信息放在那个gpt上 我就说我要面试这个公司我要面我要跟这个人说话你觉得他会问我什么问题 他也说那个他就会给我一些故事呃一些问题嘛然后我就会结合我自己呃之前的故事呃经历去回答这些呃gpt给我的问题 嗯还有一个就是面试的时候真的 你先等一下你你你这么做以后那个就是你让chap gpt给你提供的问题你在面试中看到的多吗 就是说怎么样就是你看我我理解是你用chap 你是让chap gpt 呃模拟那个面试你的人看他会问你怎么样的问题对吧然后你针对讯回答那你这个让chap gpt生成的这些问题跟他后面面试官问的问题这个呃成活度高吗 嗯 具体我不记得了但是我觉得最这个这个这个部分有用的地方呢就是 就是说有时候一个问题就是即使是问题不一样你可以用同样的呃那个答案去回答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对我呃帮助挺大 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可以把呃你呃你跟chap gpt也是一个交流的过程嘛 比如说你可以把你的问你的答案再返回给那个gpt然后再来回几次这样你对这个呃这个问题就形成了自己的一个特有的一个答案 然后呃呃在这个我觉得在这种来回的过程中会让你思考你过去的经历是呃有哪些地方可以发掘的呃因为校长之前说过就是你回答问题呃呃最好就是给一个故事嘛对吧 所以就是在这种过程中就是如果你没有跟别人很大的机会跟别人去malk interview的话在跟gpt这种交流的过程呃过程中其实也是一个malk interview的过程 对嗯对其实其实我这边也想再补充一下我觉得sophie就我个人的感觉哈我觉得sophie找工作这么快他有两点让我觉得印象特别深刻一个呢就是他行动力特别强啊就比如说你看像他刚才分享的他其实是今年年初才开考这个问题对吧sophie 哦是对然后他很快就参与我们的camp了然后然后再参与我们camp以后是第一个找我们就是开改建立的了很早就开始投了 对吧我觉得这第一个就是行动力比较强他不会就是不会去拼命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他就是那个sophie这边做事非常的认真就比如说像一些这个需要去面试需要去呃需要去调查那些人背景他就会非常认真的去把这些事情做下来啊然后呢而且会非常enjoy的去对吧虽然你并不是说你是个社牛的人但是你觉得社交是必要的你就会你就会去社交对吧然后而且会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会enjoy这个过程我觉得这个就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这是我的总结我不让你sophie你自己怎么看啊啊是因为呃我说呃两个一个就是 就是我面了我想象面了一个hm他是做他是Bioinfo的背景然后呢我就去联系他跟我聊天的时候就很开心说哎终于知道一个终于可以跟一个跟我同就是懂我在说懂他在说什么的人聊天然后什么什么的他而且嗯 嗯他对之后拍了interview他还给我说哎呀谁会拍了你啊什么什么的就是还给我提供建议的那种就是哦对最后没面上pano嗯但是他还主动给我video说我可以跟你video一下吗嗯我想跟你说一下就是真诚的就跟我说哎呀为什么最后没有招上你啊然后说我知道谁谁谁你可以年轻谁谁谁他 他他也许会有工作然后什么什么的对我觉得嗯还挺开心的嗯嗯对这个其实是非常难得其实因为那个他最后面是是否决定招你他有可能很多这个秘书官都不能决定因素啊但是跟秘书官聊好这个东西是其实拿到offer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啊对啊有同学想问你说啊找公司里的Bioinfo的职位现在是不是竞争压力很大啊就是就是工业界的Bioinfo的这个职位是不是竞争 压力很大啊然后具体方向比如说single cell sequencing跟machine learning的结合啊是否需要相关的paper因为他发现呃现在呃这些方向的pay都挺高的有很多20万以上呃问为什么没有投这个方向呃其实初期我就说6月中旬的时候因为看不还没有开始投其实我Bioinfo和ds都投了就是随便投投嘛呃我也收到了Bioinfo的面试 呃呃呃呃呃但是呃呃呃有人呃就是测系很牛的那个公司但是H2S过了H3S面完了之后就就不行了他说类部类部发展发展了就是类部有人 posted下足了然后面试 müacas呃对我来说我个人觉得我的呃专业还我的专业支持还是不够 一般我个人感觉 你如果想找BioInfo的话 是不是最好 你要有个PhD的BioInformatics那种 而且对就是 那个确实一个你专业知识要强 还有就是有文章 对因为我知道有做 有PhD是BioInformatics 去公司做DataScientist 做测序DataScientist 比如说那个类似于什么 23andMe的那种 就是专门做测序测你的祖先的那种 是竞争强 这个东西是 因为像加州那边公司多 那些公司做导报Info的确实很多 如果你技术过硬的话 也可以去试一试 对对 关键还是看这个岗位多不多 对吧 就是那个一般说岗位不是那么多的话 它的竞争压力就会大一些 这个我不知道BioInfo怎么样 但我知道比如说在Machine里面做Committed Vision 它这个方面岗位就不多 然后它的门槛就会非常高 所以有的时候是一个市场供求关系的问题 然后有同学对这问题我来回答吧 有同学说 那个写说以前的工作经验跟DS不同的Title Title不同 不要紧工作经验不就是少了吗 我们其实在Camp里面有经常说 我这边就简单说一下 Title不同 不要紧 就看你到底有多少经历是相同的 对吧 有很多公司的Data Scientist 比如说我以前在Self Force的时候 我Title就不叫Data Scientist 我叫做Senior 我叫Senior member of technical staff 对吧 你说我那个就不能算Data Scientist吗 对吧 我就不展开来说了 好吧 在我们Camp里面是有专门的一个手册讲的事情的 有同学问说找工作有专门的网站吗 怎么样去找那些职位信息呢 这个Sofie能回答一下吗 网站的话 我主要用的是LinkedIn 然后还有Indeed 对 然后就主要是这两个吧 然后我知道如果你是刚毕业的话 有一些特殊的网站 Handshake那些网站 好像是New Grad可以去 然后还有什么Job Fail 那一些也是刚毕业的 让人可以去的 对 这边补充一点 就是我们发现今年这个李英的这个算法不是特别好 就是那个从我们同学找工作情况来看 李英好像他那个算法有点 就是overtrain的 待在投的时候好像容易被trap住 这边我不展开来展 以后再有机会再说 就是说反正目前的话 主要这几个平台可以找 但是李英的话好像有点问题 Indeed的话 目前我们同学用Indeed用比较多 有同学问说身份问题如何解决 比如博士后J签证公司办理H1B会给抽签吗 我们就不在这边展开来讲了 对我们今天主要讲Sofie的一些求职经历 关于J签证怎么办H1B 这个我是专门有视频讲这个的 大家可以联系一下小助手 我刚发现我们微信群好像下满了 所以说可能大家不进去了 可以联系一下微信小助手 让小助手把你拉到群里面 我这边是有专门一个视频讲这个事情的 我们就不占用Sofie的时间好吧 有同学说他是做他做过那个Single Cell Data Analyst 他想问你说是找的offer是startup company吗 那个不算startup吧 他那个是一个公司做做啥 Bio Manufacturing就是什么造红细胞 造各种细胞的那个一个地方 然后呢他做Single Cell 比如说他造细胞 那个需要把看每一个细胞的那个表达 是不是不一样或者一样的那种 对他们想用Single Cell 所以呢就是我看我之前做过Single Cell 就想找我的那种对 但是他又说 那个算是个比较新的一个组 招我的人其实也不是很懂Machine Learning 他就是想招一个人 可以过去一起就是在这个地方 去把Machine Learning这个发展起来 对 然后有同学问你说 你觉得在妹妹这个找Data Scientist的话 年龄有限制吗 没我觉得没有的 对没人问你年龄 对没人问你年龄 对反正我们同学中年纪最大的有50多岁的 一般的话同学都是30多或者40多 有同学问你具体的简历的 投递简历的数目面试数目和offer数目的比例 这个你有统计过吗 或者方便说吗 这个 我具体投最简历的数目 我想不是一周投50份 然后投了一个多月 就两两三百份 其实对我有点叫啥投巧 叫讲说easy apply不让投什么的 我那时候其实都投了 你投一句 的情况之下投两百多分 那你这个效率非常高 对那时候你反正对 然后 H2的话我记得好像是8个 6个 忘了也是几个 然后panel panel我记得panel是6个 那些转化率很高 就是两百份简历 换出6个panel 然后换出4个offer 这个每一步都很高 这转化率非常不错 然后有同学问DS对学历要求怎么样 本科可以吗 我们一般 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再用测费时间了 还是那句话 你叫微信小助手 我们这边有专门视频给你看 好吧 关于学历 关于到底DS的分类 我们专门有视频 可以刷带大家去加微信小助手 然后让他把蓝领录群 我们的群我看一下满了 你可能加不进去 有同学问说staff scientist 高校的Data scientist 和工业界Data scientist 有没有推荐哪个更好 我这边也快速给你回答吧 你先拿到offer再说 拿到offer的时候 你看他具体给你的仓数 对吧 哪个更符合你的意思 你就去找哪个 对吧 没有offer的话 这种空对空的对比没有意义 好吧 有同学问你说 你做过bioinfo的项目吗 就是说single cell分析 怎么没有去做bioinfo 然后你刚才回答了是吧 对 就是因为我们项目的需求 需要我去分析一些single cell的数据 或者是帮别人分析 但是我个人感觉 我还是停留在分析那个阶段 真正做bioinfo的那种实验室的话 他们是会研究算法的 比如说如何更准确的分析出来一个东西 或者什么的 就是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就是跟真正做bioinfo的还是有区别的 如果我上bioinfo的工作的话 我觉得我个人的专业知识还是不够 对 好的 对 然后还有个问题 我觉得很多问题都会有点重复 我觉得这么迅速给回答掉 他说什么是easy apply 就是说你在网站上 这个平台上有一个一键投递的 在我们camp里面 我们是不推荐用那个的 因为用那个的话的人很多 你投的话跟没投没什么区别 然后也问Sophie说 这个简历是定制还是海投 前面Sophie也回答了 首先她主要是海投 但是如果她投helfcare的话 她会把那个项目的顺序和那个投一办 其他行业的顺序稍微有所变化 就她有几个不同的经历 她就顺序会稍微变一下 基本上就是海投 因为我们这个时间超了好 所以说我Sophie她也很忙 她要带娃的 而且还要工作 我们就不占用她更多时间 那大家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呢 可以加微信小助手好吧 就加微信小助手 让小助手拉你到群里面 然后我发现有很多同学 迪跃是比较新的同学 从来对我们心里不到的了解 你们很多问题 其实我们之前都回答过 而且有专门的一个视频 和系统讲解过 好吧 对有同学问说 你是不是在加州 这位能问你在 你能说你在哪个州找工作吗 我在德州 对对Sophie是在德州 好吧 就不是在加州找工作 加州同学我们就是 也有一些其他的 对吧 你要的话我后面可以发给你 好吧 行 那今天我们就在这边 就到这里吧 非常感谢Sophie摆忙之中 抽时间来跟我们分享她的经验 我觉得应该对大家很有帮助 Sophie我们这边就保持联系 好吧 而且我过阵子就来德州了 我们可以到处再见一下 好 行 拜拜 也感谢其他同学的参加 好拜拜